心癢癢的嗎 好久沒出國了 到韓國燃川為中華隊加油 Let's go 飛行兩個半小時 抵達燃川國際機場 只是出門在外 聯絡親友報平安最重要了 關掉貴桑桑的國際漫遊 該怎麼辦 可愛彈型Wi-Fi分享器 打開Wi-Fi訊號隨身攜帶 來韓國玩想無線手機吃到飽 別忘了租像這樣的Wi-Fi彈 它一天的租金是台幣275塊 不過好處是 一次可以最多3到5個好朋友 一起來Share 等於一天只要60到70塊 還滿便宜的 不過威的缺點是 必須在直徑5公尺之內 才收得到 不管拍到了什麼美景 臉書打卡PO美食 看準低頭租到哪都得盛網 台灣業者手腳快 撈過界搶賺外國Wi-Fi財 你好 我想要拿那個Wi-Fi分享 Wi-Fi嗎 以旅遊7天來算 在台灣租一天Wi-Fi分享器 不到130塊台幣 韓國租要275元 等於打了5折 不過在台灣租有個缺點 如果機器秀斗了 找人維修換貨 還得在國外多等一天 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